讲义拿出来 我们上课的学习单拿出来 你那个 没有写作业的站起来 我叫你们写一二页不是吗 你到现在还没有东西 我不是我发给你吗 你拿出来 我不是叫你们写一二页吗 你的学习单呢 不需要 看题目 相亲是什么意思呢 相亲可以有什么好处 就本来有两个人对不对 可以喔 他们两个是透过第三者来认识对不对 为什么可以透过第三者认识呢 因为这两个人认识对不对 这两个人认识 所以透过他他们两个就有机会认识 这个人是谁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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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图画上去 把这个图画在第一题那边 你均点跟上 我准备要叫你到前面来做了 每一节课都被我念 把这个图画在第一题那边 A跟B想认识 是透过C 那这个C怎么来的呢 可能是这个人主动 他觉得这两个人很适合 所以他主动跟A跟B讲 我来介绍你们两个认识这样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 对一个是被请的 也就是被动的情况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认识 不是他们两个本来的想法 是他觉得他们两个认识不错 所以他就主动去介绍 他们两个认识 对不对 你们应该很多时候 你的朋友就是这样子认识的 本来你不认识他嘛 对不对 你们可能一起聚会 或者是怎么样 本来不认识变认识 朋友的认识 这个是讲相亲 是在讲男女关系啦 可是事实上 你们生活中都蛮长这样的 本来不认识人 透过一个 透过他主动介绍 你们两个认识这样 但是你们两个 其实可能有时候 可能并不知道对方这样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可能知道他 他可能知道他 然后他想认识他 或是他想认识他 他们就去拜托第三方来让他们两个可以认识 所以这时候就是被动的 对不对 这个是他找的 或者是他找的这样 承热共享 来写上去 没人有两种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一个是他这一个 本来就觉得他们两个认识很好这样 很可能是他跟A是好朋友 他跟B也是好朋友 他希望A跟B也成为好朋友 所以他就主动介绍他们两个有机会认识 然后他就可以有三个好朋友这样 被动是被请求的 被动是被请求的 就是他想认识他 他想认识他 他有可能想认识他 就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这样 想认识他 然后他就拜托一个人 他知道呢 我知道这个人认识他 他就拜托这个人来让他们两个有机会认识 这个情况下就通常都是这样 就是 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会这样 我喜欢你 会这样吗 我跟你讲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一定会怎样 对方不是拒绝而已 他根本就是永远以后不要再看到你 就算是这样 你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通常 通常要去 他想去认识他 他不会直接 所以他就会拜托志祥的好朋友 比如说我喜欢志祥 对我喜欢志祥 可是我想认识他 可是我 可是我不好意思直接找他 所以我就会透过他的好朋友 直接丢给他 我觉得他不错 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 这样 三指导带成什么 你们常常做这种事情不是吗 没有吗 没有吗 嗯 好 好 然后呢 其实我们小琉球也常常这样的 就是我们小琉球人 小琉球的男生 常常会透过一种人去认识外国的女生 对不对 透过啊 就是有一个人会认识这个人 然后小琉球的人也认识那个人 对这个叫仲介 所以他会拿钱哦 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就是小琉球的男生想要娶外国人 他是透过仲介介绍 然后他在飞过到外国那边去跟他认识 跟他相亲 喜欢就把他带回来 没有那么快了 但是也不一定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这个人 这个人透过工作的关系 到外国去工作 到外国去工作 然后就跟他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工作的关系跟他认识 然后就把他带回家了 他把他带回家 也有可能是他被他带回家 不一定哦 台湾很多 台湾很多是外国人嫁到台湾来 男生嫁到台湾来 知道在讲什么吗 因为我们这边的嫁指的就是 到别人家去嘛 对不对 嫁 嫁可以是男嫁女 也可以女嫁男 我们这边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说是女嫁男 是因为你结婚之后 你会住到南方那边去 但是现在不一定了 现在不一定 有时候是男生女生结婚 男生另外买房子 或者是住到女方家里面去 都有可能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 玩大风吹 有戴眼镜的请站起来 有戴眼镜的请站起来 好 好那个请问一下来坐下 请问一下他算不上有戴眼镜的呢 他现在把他戴得不错 他算不算 等一下等一下 他近视对不对 他有眼镜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 等一下注意听哦 他近视你也知道他有眼镜嘛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大风吹 吹有戴眼镜的人 请问一下 他算不算 你觉得他算的请举手 你觉得他不 等一下再一次哦 他可能眼镜就放抽屉而已 对不对 注意听哦 注意听 注意听我讲 他近视 而且他有眼镜 只不过他没有戴在上面 对不对 你觉得他算不算是那个 有戴眼镜的 你觉得算的请举手 你觉得他不算的请举手 你觉得都可以的请举手 所以你会发现 光这句话 你看有的人是这样哦 像第一题 来 没 你戴的是 像我戴这个嘛 没有框 我算不算是有戴眼镜的人 你有打勾的举手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看题目 第一个来 你觉得你会打勾的请举手 放下 你看哦 没有全部哦 第二个 有没有班上有戴隐形眼镜的 谁 谁 谁戴隐形眼镜 谁有隐形眼镜 谁有隐形眼镜 你吗 你有隐形眼镜 那是不是没有度数的 到底有没有 有 那请问一下 他戴隐形眼镜算不算戴眼镜 如果他今天眼镜拔掉 但是他戴隐形眼镜 请问他算不算有戴眼镜 所以你会打勾的请举手 你会发现一样没有全部人打勾哦 再来 如果他戴的戴的是有框 可是没有镜片呢 那也是 那算啊 那还是戴眼镜啊 算不算戴眼镜 算不算戴眼镜 算才请举手 放下 来注意哦 你没有发现 光一个玩大风吹 什么叫做有戴眼镜的 你们的想法都不一样哦 所以什么意思呢 要讲清楚不容易 话要讲清楚 写上去 话要说清楚 话要说清楚 什么叫做有戴眼镜的 其实没有清测哦 所以你要公共清测 而且你看哦 请问一下 我这样 看我这里 我这样算不算戴眼镜 看我这里 我这样算不算戴眼镜 就要看你有没有讲清楚啊 你没有讲清楚 我说这样 我又没有戴在 我又没有戴在鼻梁上 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哦 所以话要讲清楚 不然我们不会清楚 什么样的人要起来跑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已经要玩了 你没写 有哦 话要说清楚哦 来 再来 第三题 第三题你们怎么回答的 有 都有可能回答的好 你知道吗 我以前 现在是小琉球很汤 是这几年的事情才很汤的 日本也有个汤 以前的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小琉球的 但是他们知道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是哪里 冲城 日本冲城那里 对不对 沐浩 他们知道琉球群岛 所以我以前在念高中 念大学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我从小琉球来 哇 你知道我讲得好好哦 不是 他们就说 蛤 你是日本人吗 我过头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琉球群岛 因为他们不知道小琉球 但是你们现在到处去问他们都知道了 因为小琉球很热门 现在 很多人都知道了 当哪有 我那个年代 你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你那个年代 所以 所以 我如果跟他讲说 我如果跟他讲说 我是琉球人 请问一下我有讲清楚 你可以清楚 他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吗 不行哦 所以要讲清楚你是哪一国人 才能够知道你是哪里人 对不对 好 所以来写上去 要讲清楚在哪里 在哪里要先讲清楚 在哪里要先讲清楚 写上去哦 第三题的答案 你们本来有写的 那个都是好的 错小事你没有写 没有写的 等下他流放血 一只 不用写哦 我会把它化掉了 不用化掉 我再看 你也没写 两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你长不来 好 你也要留下来 你昨天不在 但是今天还是要留 要留下来写给我看 刚刚被我点的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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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二三四五 你们这些人 等一下放学后要留下来写作业 坐下 我们班已经今天被我处罚一整天了 就是因为没写作业 好 那就多留几个无访 每节一下都被我留下来写作业 好 写完就可以回去 所以他不只要完成昨天的还要完成今天的 好 所以第三题 第三题的重点在 你先说清楚 你在哪里对吗 你在哪里在问这个事情 对吗 对了 你知道那个台东啊 你说你是台东人 代表你是哪里 你是台湾人吗 也不一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日本东京那边有一个台东 一模一样的名字 所以你说你是台东人 搞不好你就是日本东京的人 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你在哪里讲的要先讲清楚 我现在在日本 我现在在台湾 这样 我在哪里在讲 好 接下来 第四题 第四题就讲到形式了 有没有看到 你是哪里人呢 第一小题 邀小人 错 你们老师刚接你们班的时候 要去你们家家访 他会问你你在哪里 对不对 他会问你你住哪里 对不对 对 你就跟他回答说 我住琉球 他在一拳坐过去了 哈哈哈哈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对 所以第一小题 你应该回答什么 来 你住哪里 我 有的人会说书 有的人会说哪里 本福春 有的人会说什么 他定买 对不对 还有呢 白沙尾 白沙尾 对不对 或者是哪里 自己写 春冬 太虚拔 或者是乌龟冬 或者是乌龟冬 好 再来第二题 如果你今天到屏东那边去玩呢 你就会说你是琉球人 对不对 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跟你在哪里有很大的关系哦 第三个 如果你今天到台北去了呢 屏东人 你会说你是屏东人 对不对 也会讲你是南部人 写上去 南部人也有可能 通常我们会这样啦 通常你到台北去的时候 人家问你说你是哪里人 通常会先说你是南部人 哪里最快啊 他就会说南部哪里呢 你可能就会回答屏东 对不对 屏东哪里呢 你就回答小琉球这样 尤其是 尤其是我跟你讲 尤其是 等一下哦 等下我跟你讲 通常 尤其是陌生人问我 我不会那么直接跟他讲 我是小琉球人啦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他呢 哈哈哈 你知道我来说什么哦 同学你不要小看这个呢 虽然你在台北人家问你说你哪里呢 你就直接说我小琉球人 其实你不用讲的那么详细嘛 你只要跟他讲你南部人 就好模糊一下 你也回答他的问题了 不然万一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 他跟你跟到你家怎么办呢 不用卡 不用卡 不是 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懂吗 不要乱回答 人家问你说你家在哪里 我告诉我 我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家 哈哈哈 你回答你是琉球人的意思就是 我跟你讲 我带你回家这样 其实你不用回答 哪那么详细 你就在台北 那个参加活动 你就跟他说你是南部人就好 他如果真的对你有兴趣 而且你也想告诉他 你再慢慢的告诉他就好 一个人的秘密 不要那么快就告诉别人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只会跟你的好朋友讲 不是吗 你喜欢谁 你不会跟我讲嘛 你就跟他说 我喜欢男生 然后男生的谁呢 哪一班的 九年一班 九年一班的谁呢 三号 没有啦我乱讲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 你自己的秘密就是自己就是 不用那么快就告诉别人所有啦 你一旦养成一个好习惯 不要那么轻易就告诉别人所有的答案 了解意思哦 来 最后一个 如果你今天到外国去玩了 台湾人 你一定讲你是台湾人对不对 请问一下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国外在美国在玩的时候 人家问你 诶 Where are you from 你说 I'm from小琉球 I'm from小琉球 请问一下 你跟他讲说 你from小琉球 他会知道小琉球在哪里吗 他会没概念对不对 所以你在那里你应该要讲 对你应该要讲说你从哪一国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很清楚你在哪里问问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怎么回答了 对不对 好所以 当你知道你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可以回答问题 所以在哪里很重要 写上去 第四题 台湾人 在哪里问问题很重要 写上去 第四题 最下面那里或是左边右边空白 在哪里问问题很重要 在哪里问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所以在哪里问问题很重要 在哪里问问题是很重要的 李君典 你又来了 来到前面来 我有卡 过来 我没有办法一直注意你 你整节课都给我不见 过来 坐 这样我要敲人比较快 敲人 坐 你知道他从哪一题开始没有写吗 第一题我有叫他写 所以他有写 从第二题开始通通都没写 哟 还知道呢 第二题呢 第二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话说清楚 话要说清楚 你怎么勾都算对 要看你怎么想的嘛 对 你觉得他要勾你就勾 不用勾也没有勾没有关系 好 你以后数学课都给我坐这里 表现良好再让你回去 他数学课都在这里哦 好 第一个我跟你们讲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 你在讲话是要讲话清楚对吧 讲清楚解重要对吧 你讲话清楚我就没办法 没办法弄清楚说 你到底讲戴眼镜是什么样叫戴眼镜 对不对 有框算不算戴眼镜 没有近视戴眼镜算不算戴眼镜 然后戴眼镜算不算戴眼镜 然后我今天近视 可是我没有戴眼镜算不算戴眼镜 然后我戴眼镜可是我这样子戴张算不算戴眼镜 人家会掉下来 但是我在讲什么 好 当老花眼的时候他不是都会这样子 然后拿下来吊着吗 然后看看看看 现在我已经进入那个年纪了 好 然后 所以第一个重点 话讲清楚很重要对不对 第二个 莉莉哥在这里在说事情解重要对吧 我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嘛 知道在讲什么 知道在讲什么吗 知道 所以在哪里问问题很重要对不对 第三个 如果你想要把两个两个不认识的人扯上关系 你一定要透过谁来扯关系呢 没了 没人对不对 你没有没了你直接去找他 你会怕死对吧 他会很开心 他会很开心哦 原来你喜欢人家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好 所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的相亲 你想要成功的相亲 你一定要透过第三个人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要成功的让他可以听课 我就需要把他拉到这里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座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媒婆 这个位置是我跟他很重要的媒婆 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在这里 我就跟他连不起来 他在那里太远了 对不对 所以要靠近一点 好 接下来看背面 第二页 翻到第二页 动作快 动作快 翻到背面 来第五题 动作快 我们今天 今天讲完了其他说的题目 我们都要自己写 因为接下来你会很快乐 连续两个礼拜都没有数学课 耶 你们竟然真的给我耶 你们要说好难过 再一次 哈哈哈哈 好快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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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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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第二个 第一小题 什么是正数 正 正跟谁是相对的 正跟正跟是乎是相对的 来注意看哦 有正就有什么 有正就有负 啊什么叫做有正就有负呢 一定要有什么来分开 请把这个图画上去 零就是美国 正代表大于零 负代表小于零 所以正数代表大于零 来吧 这个图 对 第五题的第一小题 你 刚好哦 林轩今天不错 本来你想把他拉到前面来 这样刚好左右护法 这样 我这边敲一下 这边也敲一下 感觉像还蛮平衡的 对不对 好 老师把他救回去 这样才会比较平衡嘛 力举的平衡对不对 对 力举的平衡 你也叫什么 重心 嗯 重心 然后他在吃 抠起来 然后抠起来 把他救回去 你还在吃 你讲话 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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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第一小题 什么是正数 大于零 写上去 大于零的数 负数的相反也写得很好 大于零的数 也就是负数的相反 写上去哦 写上去写完整 紫辰你写好了吗 好 第一小题 正数是指大于零 零的数 也就是呢 负数的相反 对不对 他的相反 是相反在零 对不对 没有那个零 我没办法说 左右 第二小题 大小怎么比 相减 相减 厉害 比如说 跟他比 他会不会伤心呢 你站起来 他很乐观 我跟他比的话 应该伤心的时候 来 伤心的 结果伤心的变成是我 对不对 其实我不会伤心 我跟你讲 女孩子不用太高 才不会伤心 来这样一比之后 对我167 对我167 我有167 所以这样一比之后呢 我就要这样看他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发现他比我高 好 来坐下 你为什么会发现他比我高呢 所以你是因为看到 这一个是 这个是尾尘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是 梅仙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看到他比我高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歌舞春 对吧 了解意思吗 把这个图画下来 所以这个大 这个小 也就是说 尾尘的身高多少 你知道吗 超过170 超过170是多少 好 就170好了 如果他是170 然后我是167 这个图形 用成数学来表现叫做什么呢 这个图形用数学来表现就是什么 170 扣掉 167 歌舞春 对不对 歌舞春 所以这个大 这个小 这样懂吗 好 还有一种讲法 我拿陈梅仙来量他的时候 只能够量一次 看我这里哦 我拿陈梅仙来量他的时候 只能够量一次 第二次没办法量完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用我的身高去量一次 量超过一次 这个叫做 170 用167去量 超过一次 懂吗 所以这个大 这个小 我可以用加减法 我也可以用乘除法 写上去 非常的重要 眼睛看那边 这个是用图形 这个图形本身就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相剪 一个是相除 你要知道自己在画什么 不要只是超黑板 比大小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相剪 第二个就是相除 什么时候两个人会 没高没矮 一样高 一样高 一样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相剪等于 一样高就是 一样高就是譬如说 一样高就是譬如说 一个是165 另外一个也165 所以他相剪就是多少 那如果是相除呢 用我去量你刚好量的一次 对不对 只能够量一次 这时候我们就说 他们两个 一样高 一样高 相等 来这个写上去 有大有小的时候 相剪的有春 对吧 如果 没大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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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春 没大没小 就代表他们两个背大 对吧 背大有两种想法 一个是 一个是我们两个相处等于1 一个是两个相剪等于0 好 再来要来找没人哦 来这一题 B 这一个怎么跟 这是题目 这是题目要的 A平方大B平方 这是A大B 怎么把他们两个串起来呢 没人是谁 没人是谁 这就在题目里面 就在题目里面 没人是谁 A跟B 讲清楚一点 只讲A跟B不好 A怎样 他说A跟B是什么 大A 对 请写上去 A大A0 B大A0 这个就是没人 写上去 所以没人就在题目里面 我透过这个没人 我才有机会 让他们两个认识 才可以成功的达成 那个相亲 相亲会失败的 找错媒婆就会失败 对不对 找对也会失败 找对也会失败吗 可是找对会失败 通常就是因为 那个媒婆没有看清楚 不知道他们两个不合适啊 对 也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美婆如果够厉害 她知道他们两个是适合的 所以她知道他们两个适合 她才会来找他们两个认识 所以她要够厉害 她如果不够厉害的话 她就会乱点鸳鸯嘛 对不对 乱点鸳鸯 就会经常失败 所以以后就不会有人找她当媒婆 因为她怎么样都不会成功 好也就是说注意看喔 我们从A平方大 从A平方大B平方 看好这里喔 看好这里很简单 既然是一大一小 既然是一大一小 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很方便 不然我的手就要远一点 除非我 如果我有这个功能的话 我就不用当老师了 如果我是乳夫的话 就太好了 就可以这样过去 对啊 我就去当乳夫了 但是我现在只能当老师 骗你这样 好 这个大于他代表什么意思 哈啰 他可以比他大 代表什么意思 请问一下 他大于他代表什么意思 比他大就代表五村 对吧 所以相减 大一零 知道在讲什么吗 然后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你要透过 A大一零 而且 B大一零 透过这个媒婆 来算出什么呢 来算出 来算出 最后 A要大于B 在A大于B之前 就是算出什么呢 要A大于B 就代表什么 A-B要怎样 A大于B 好 A大于B 来把这一整个写在上面 中间的过程 你回家自己补 今天应该没有空讲 再一次哦 注意听哦 这个A平方大于B平方 他比他大 他比他大 就代表相减一定五村 对不 懂我在讲什么 然后他要希望你从这一个 透过媒婆 来得到下面这一个 对不对 你要想办法 让他可以成功的相亲嘛 那你媒婆就很重要 对不对 透过媒婆 来让他们两个可以相亲成功 那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这一个 你们两个不要再讲话了 如果 我的目标是要想办法说明A大于B 对不对 那你要说明A大于B 就相当于是 你要说明相减 阿吴春 知道吗 这整个写下来 刚刚你是用抄的 举手 等一下 你刚刚是自己写的 没有看黑板写的 举手 我再问一次 这一整个 你是从头到尔都自己写的 举手 全部重写一次 盖住他重写一次 你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你可以先把黑板看懂 然后再自己写 中间这个大箭头回去自己补 这个要用到平方差 回去自己想办法中间补一补 其实中间没有很多 想办法补一补它就可以完整了 就是中间是媒婆 透过媒婆来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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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写一定要自己写 一定要自己写 自己写自己想 有些人的记忆能力很好 你是用背的 因为这个要背很容易 多看几遍 不要看别人 看这里 你在等同学的时候 要请你自己补中间那里 现在自己补中间那里 等同学好好的写 自己把中间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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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中间补出 色的的意思是 色的的意思是 你是从A跟B的大小来 已经知道它的大小 你变成是从后面振回来 你变成是从后面振回来 所以不是这样 你等于是从后面振回来 这个如果有这个关系 它就有这个关系 可是它是要从这里回来 对对 也可以 但是 除了这样写 你也要能够就是 你也要能够用这个方法写 这个写 看你的 来我们看第六题 自己先看 很简单 你只要把梅婆找出来就 很简单 你只要把梅婆找出来就 好题目说那个AB等于DC 对不对 题目说AC等于DB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就是他想要证明的 这是第二个人 这是甲方 这是乙方 这个是甲方 这个是乙方 对不对 对 这是题目 你自己看 这是题目 这个是他要你证明的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我们把图形画一下 你就会有感觉 AB等于DC AB对不对 等于DC 所以 画上相等的符号 再来 AC等于DB 对不对 所以AC 要等于DB 所以这个要相等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个呢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人 对不对 那第二个人呢 第二个人呢 他希望 脚A等于脚D 他最后的目标 他希望脚A要等于脚D 对不对 对 画上去 这个是目标 好 所以谁可以联系他 谁可以联系他 那个人是谁 BDC 对 答案就是BC 写上去 先写上去 真的就是BC 你看 就这一条嘛 这一条就可以把他们两个连起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媒婆 这个就是现成的媒婆 本来就在题目里面 就主动的 现成的 变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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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变的里面 你看就看好啊 答案就在题目上这样 这个就是变变的里面 知道我说什么 他就在题目上 你一看就看好 一定要透过这一条 才可以把它全部都串起来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媒婆写上去BC BC写上去 所以我怎么把它写成一个证明呢 透过那个BC的相亲 所以你看哦 题目 我用颜色写给你看哦 我第一个是AB等于DC 我是用橘色的嘛 对不对 橘色的AB等于DC 对不对 还有绿色的是 他告诉我AC等于DB 对不对 这是甲方 对不对 甲方 就第一个人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人 对不对 看好这里哦 然后我透过媒婆是谁呢 我透过的媒婆是她 所以我需要媒婆 知道在讲什么吗 我有了媒婆之后 就出现什么了 你知道吗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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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看哦 这是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什么关系 全等 为什么呢 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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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看到吗 凯晨你要专心 你都没在看我这 对呀 注意看好这里哦 这个三角形有橘色绿色跟蓝色 对不对 这个是我 变变厲害的媒婆 就在题目里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 对不对 橘色绿色是题目给我的 对不对 就是甲方嘛 对不对 甲方再透过媒婆 这个串起来 这个串起来 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可以得到三角形跟三角形的全等 对不对 那我全等的理由是什么呢 哪一种全等呢 对不对 那全等之后就发挥什么功能呢 两个三角形全等是什么意思 两个全等三角形是什么意思 三个角都三个角 代表他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他们的其他三个角 通通都会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 你告诉我全等 其他不知道的全部都知道 所以什么叫做不知道就变知道了呢 这两个现在就变成 本来不知道他有没有相等 现在就变相等 知道吗 所以我就成功的 完成相亲 角A等于角D 所以他重不重要 因为他哦 所以我成功的把这一个人 跟这一个人串起来 因为他的关系 了解他在讲什么 把黑板看懂 从头到尾自己写 空格自己填 原本是自己写的 你有写完整的吗 写完整的 继续看下面那一题 看懂哦 不准用抄的 不太懂多看几次 然后或者是问我一下这样 几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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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 四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 还记得吗 两个字 哪两个字 比如说这一题用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编 这一题可以成功串起来 透过这个媒婆 透过这个媒婆 然后达到一件事情 全等 全等 全等或者相似 对 这个是几何证明里面 非常重要的手法 而且也经常用到的手法 要嘛就全等 要嘛就相似 好 然后把这一笔好好的写完 自己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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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要自己填 下课休息 你会要求这个 这个要从哪里来 蛤 你会要求这个要 挂号后面要从哪里来 要讲 要讲 对你就写对顶讲就好 OK 嗯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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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